宜兰十七日上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当时二十八岁的吴姓男子骑车载女友出游 没想到撞上横向经过的大货车 吴男急救后不治 女友则重伤命违 警方联络家属后 意外牵扯出案外案 得知吴男刚离婚半个月 而后座载的女友其实是小三 二十八岁的吴男载着二十一岁的赵姓女友出游 经过宜兰原山乡时 疑似因为路边房屋造成视线死角 加上车速过快 迎头撞上驶来的大货车 机车当场严重变形 零件四散 吴男和赵女也没了生命争相 吴男在送医前不治 赵女则还在抢救中 联系家属后 吴男的张姓前妻赶到现场 才爆出一万案万案 张姓挺着七个月运渡 表示他跟吴男结婚七年 两人婚后一直住在他娘家 四个月前 吴男在宜兰找工作的粉丝团上认识赵女 两人相恋 吴男便抛下四岁孩子和他父中的小孩 在两周前离婚 张姓前妻也叹道 意外发生不久前 两人还为了生活费通过电话 前夫吴男本来说要拿本月薪水给他 当作补足之前基建的生活费 没想到发生憾事 我们都苦劝他 叫他好好骑车 但他都讲不听 现在他已快临盆 只能挺着肚子在夜市打两份工 还能养活孩子 另外 张姓前妻也为小三赵女喊冤说 因为吴男刻意隐瞒 赵女并不知道他已婚 张姓前妻表示赵女非常单纯 两人后来还变成好姐妹 她本想告诉赵女真相 但受到吴男威胁 还扬言要打她 自己也担心赵女受伤 才没有坦白 但张姓前妻现在十分后悔 认为或许当初说出口汗事就不会发生 因此也特地祈福求福 希望赵女平安无事 一桩车祸牵扯出复杂的三角关系 葛姓事件的男主角已经此事 只能希望张姓前妻带着两个孩子能够坚强 赵女也能顺利康复 好好地过下去啊